注意看 这只豹子压低身姿 准备对沸沸进行抓捕 可在这片空旷的陆地上 没有任何遮掩 想去捕捉远处的沸沸 谈何容易 作为灵长类动物的沸沸 不仅聪明 还特别的灵活 一边在这里觅食 一边还不忘观察周围环境 在豹子全部准备就绪 准备冲刺时 沸沸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对逃跑了 可惜的是 仍然有直倒霉的沸沸 因为没有及时逃离 而被豹子抓捕 面对这种情况 沸沸群爱莫能助 豹子捕猎猴子不是一次两次了 作为身形明活的猫科动物 踏树对它们来说 轻而易紧 明知豹子会爬树 下面这只豹子还要挑衅 低估豹子实力的泼猴 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就在豹子爬到树上 准备对它进行抓捕时 猴子预判到豹子的走位 提前跳到另一棵树上 这充满挑衅性的动作 彻底把豹子给惹急了 你跳我也跳 来到另一棵树上的豹子 继续向猴子靠近 自作聪明的猴子 还想要到树梢上 摆脱豹子追杀 不料对方动作太快 眨眼的功夫 直接来到身下对它抓捕 猴子怎么都没想到 对方的动作竟然比自己还快 对方的优优独播剧场 对方的优优独播剧场